光点台北最近办的影展精选了十一部关于音乐的电影 像是知名女钢琴家阿格丽西的纪录片叫做超女阿格丽西的情与爱 影片由她的女儿亲自指导 镜头下呈现钢琴家不为人知的一面 另外还邀请了伊朗民导阿巴斯从来没有在台湾放映过的电影叫做西林公主 邀请了包括朱丽叶毕诺许等等一百一十四位国际级女星 拍他们看电影的时候脸上的表情 拍这样的题材导演就说没有观众的电影就会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影后朱丽叶毕诺许正在看电影 而身为观众的我们盯着她的特写镜头 只听到一片中的对白和声响 这是伊朗民导从未在台放映的实验电影西林公主 阿巴斯自己也来说 他当初会想要拍这部片 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他一开始当导演的时候的一个梦想 一个欲望 就是对于他作为导演的来说 就是他很希望知道当观众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那个样子是什么 但是整部电影其实我们看不到 关于西林公主这部电影的片段 我们看得到只是这些女演员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的反应 他有时候笑 有时候哭 有时候惊吓 声音的痕迹引战精选11部影片 就一片超女阿格利西的情与爱 导演是知名钢琴家阿格利西的女儿 而她镜头下不仅呈现这位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钢琴家 更是一个母亲的故事 因为拍摄者是她的女儿 所以捕捉到了非常多很细腻的阿格利西这个 大家形象中就是一个跋扈的音乐女王 但在镜头里面变成 她先是从一个音乐家变成了一位母亲 然后甚至是因为这部片一开场 就是这个女儿她怀孕准备要生小孩 所以阿格利西就是那个非常担忧的 她也变得接下来要升格当祖母了 另外还有Bob Dylan之称的前卫民谣乐手友川 他荒凉却失忆地纳喊出对人生的哀叹 而影片也平时地呈现友川的日常生活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颓废潦倒的人生 是可以真的拍得非常的戏剧化的 所以导演反而用了一种很生活化的方式 让我们慢慢地走近 跟着他 看着他很独白 试着去讲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就在那边打pachinko 然后随意地唱歌 可是那种随性 然后这种放荡不及 然后都用就是影像本身 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已经呈现了他的音乐方式 牛汉湖大学拍摄的朝向灵魂的行径 几乎十一组乘客搭缆车上山的旅程 虔诚的印度老妇人说 昔日上山要花响三天 而现在只要十分钟 有一点是让我们回到了声音的原点 或者是你的人体生命的感知的 那个最原点 然后去听到你自己灵魂底层的那个声音 我们觉得影像或者是声音 应该是一个刺激 应该是一个互动 一个流动的过程 可是在这里反而回到了最近 但是也最盼向你观众自己的 那个地层的东西 声音的痕迹迎战探寻声音与影像的巧妙结合 十一部影片挑战观众的感官